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IATC的演後屏 我們今天會講這個設計對白的自由樂體事件 我是吳俊安,身邊的這位就是家書 今天我們會講自由樂體事件 其實他標榜是用了二千年代四個文學小說改編 分別有雅思、昆南、顏順勾和車正軒的四篇小說 其實我會見到它的形狀和內容上 都有一些論點我們可以講一講 比如說先講一個形狀 其實整個劇作用了很多不同的媒體 不同的投影鏡頭 意圖做一個比較疏離一點的劇作 比如我們見到很多不同的道具 或者是拼圖都放在旁邊 意圖令大家有一個比較疏離的效果 而且它的內容上其實就是 偏向比較忠實地呈現小說裏面的情節 而且它的呈現小說不是一段接一段 一段接一段接一段 而可能是幾分鐘一次做一個梅花間觸的 不同的小說之間的那種變化 令到整個劇作不會單一感時序 而可能是在情節上會有一個變化 那麽花間觸的一個變化 那家書可以講一講 關於這個小說的滬民性那邊 嗯 剛才我們其實說 你剛才剛剛有沒有說到那個 不明白為何它要將這四個作品放在一起 是啊 是啊 我想回應一下這個 我試圖或企圖去尋找 為何要將這四個一起 對了 剛才Water已經說了在時間上 它都是二千年之後的幾個作品 這個時間上的共通 在主題上 我看的時候 我想起其實四個故事都是關於愛情的 好像過去這一屆的書展 它是用愛情的 書枝用愛情是很安全的 因為你不就不講政治的 於是 那今晚這個回頭 它其實共通的主題就是講愛情 四個都跟感情 男女的感情那個交角是有關係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我今天想說 就是這個戶文的關係 我會從三個層次去講 我會是 講 因為這樣 是四個 因為這個職名在一起 變成四個小說之間有個戶文的關係 這是比較文學上的戶文 另一個就是跨媒體的戶文 就是明顯就是劇場 和小說之間的戶文 就是剛才Water講的那個梳尼的效果 用到其他的不同的媒體 第三個戶文就是從時空上面的戶文 那 因為剛才已經 你問我講過戶文 我先講過第一個層次很明顯 就是小說之間的戶文 因為它這樣帶動 就是 將四個二千年的戶文在一起 我先說了愛情是主題 那它裡面的細節上 它都嘗試做些戶文的 譬如說其實有看報紙的時候 車政軒的作品 它有新聞報告 它是故意將 跳樓的自由樂體的新聞 加進去的 但是在戶文方面 我覺得 我們兩個都覺得 有些問題就是那個結構 所以觀眾都覺得 如果都是看這四個文本的人 一直在等著昆南的作品出來 是等不到的 直到很後 我們才能等到昆南的作品出來 即是它那個明顯是一塊東西 塞在中間 然後呢 那塊東西講完之後 就是其他三個小說 即是《二師》 《顏淳鉤》 更加有機地去結合 所以我在戶文方面 我覺得整個戲最大的問題 改編的問題 就是那個結構的問題 尤其是昆南的問題 比較大的 我夠時間沒有 然後到你說回 不如我補充一點 剛才嘉書都講過 就說 為什麼用昆南 因為昆南那個旺角的憶調 其實是用一個女導演的視覺去設入 那我們變相大家 都在等著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見昆南 那個女導演出來 因為我們剛才都發覺 原來這個戲都幾多 梳尼效果 幾多鏡頭 幾多媒體的操作 但是 我們就在想 如果有這些媒體操作 有這些鏡頭 會不會是一個 更大的框架 是一個女導演的視覺 或者是一些比較 在戲劇結構以外的 一些時分者去留言 但我們最後都等不到 這個女導演 當然這個女導演 是有一個故事 但是它是否變相 令整個戲變成一個戲中戲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現在搞得好像四個故事 都各自為政 又好像沒有什麼連繫 有的連繫 只是可能 好像剛才嘉書說 新聞報導 她留言了 自由樂體事件 學生跳樓 但是之後呢 之後就見不到更多的關聯 好 我想說的另一點 就是補充回剛才那裡 其實還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文本的互民 在舞台上呈現得更好的 譬如說 她有做的 那個衣架 一開始出來掛著衣服 這個媽媽是做燙衣 我覺得 譬如說 之前開頭的部分 譬如說 《雅思》的作品裡面 她的情婦 她的衣服是很搶眼的 她的衣服 我覺得她的衣服 是夠時間的 掛了下去 大家的觀眾就會馬上覺得 文本之間有一個互動 她後來有做的 我留意到 反而出戲後面 她有效服的 有西裝 是出現了的 但這個可以早點做 而且會令到 小說之間的互民好一點 現在我想說一下 改編那方面 就是舞台和小說之間的互民 第一就是 她是雅思那個 是豪江殺手 咸蝦像 她把豪江改香港 是OK的 就是拉回來香港 把葡萄牙改成英國 都是殖民地的主人 都OK的 有些細節的地方 改編到 譬如喝水那裡 其實在小說裡面 是很突出的 在車政軒那裡 她一開始就把喝水 通過麥克風 撲出來 那些細節 那些椅子 自從樂體那裡 她用椅子 表示她跳樓的危險 就是那個椅子 都是做得好的 但是她吐槽的 就是 因為你在這樣的改編裡面 演出 那個表演是很重要 我覺得 情婦 她的風塵味 是弱了 尤其是她用了懷舊的 梅延芳的歌 用了兩首 梅延芳的歌 梅延芳 反而我們覺得她有風塵味 那個演員是演得不夠風塵味 我覺得那裡是差了一點 在講演技的問題 那些細節也是 譬如說 那個紙杯 在原著裡面是咬碎了 我們不是這麼討厭這個杯 但是在這裡 我不知道她是否不夠牙力 咬不到那個紙杯 但是有些辦法可以做到的 其實有些辦法可以做到的 你先把碎劑下去 然後把它拿出來 是做得到的 有些是文字上的功夫 是可以做得好的 因為我不知道也詩 是不是也詩 那個七仙圈那裡說 她會 希望有一天是落冰淇淋 但是她是覺得雪糕是好的 但是如果夠細緻 或者劇本應該改成 我希望有一天會落雪糕 那就差很遠了 那個劇情效果 當時我留意了觀眾 沒有反應的 我希望跌些雪糕下來 那最後就是那個貼紙 很明顯他們想像一個 和文本之間 互聞那個 譬如有投影過劇本 那些貼紙是差一點的 我想劇本貼上來 用彩紙的效果會比較好 有沒有補充在這裡 好啊 其實我們 譬如我和家書都看了 看到這個自由樂體事件 在那個結構上面 或者是 我們都認同那個方法 或者細緻上面 是有做得好的地方 譬如說 可能是一些補充 或者是 那些表演的形式 是做得好的 但是在整體結構上面 我們都未能可以去 看到那個劇作 有一個很大的框架 或者是很完整的框架 我們今天就不如到此為止 好多謝各位 拜拜